现在时刻 晚间七点 我是黄蒙拉 我在经典九四七 FM94.7 今天九四七 这里是古典音乐时间 我是顾超 最近声音状况不是特别好 因为天气多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很容易感冒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小时的话题 第二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 钢琴家路易·舒威茨格贝尔 在上海的独奏音乐会 那么这场音乐会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1月10号在上海交响音乐团的音乐厅 那同时也要跟大家说 这个其实是陆毅在中国 这一次巡回的独奏音乐会的 其中的最后一场 1月3号在厦门宏泰音乐厅 1月6日在武汉琴台音乐厅 和1月8日在北京音乐厅 它都将有它自己的独奏音乐会 那带来的曲目呢 又是纯粹德奥的这样一个曲目 可以说这套曲目是非常能够概括这一位 当今炙手可热的年轻的钢琴家的 这样一个艺术风貌的这样一套曲目 因为曾经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 那我当时就问他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到底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 他当时毫不犹豫的说是舒伯特 那后来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曲目和他最喜欢的一些作曲家作品 其实对他来说 贝多芬 莫扎特 海顿 舒伯特 这一些古典时期和早期浪漫派的德奥的作曲家 就是能够概括他现在这个阶段的 艺术品味的这样一些作曲家 尽管他是一个瑞士人 尽管他是有着一半的中国的血统 他心目当中藏着的是一颗德奥的心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首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目 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C大调的这一首 第三乐章 回旋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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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诗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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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欢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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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